好 現在台積電的創辦人 張忠謀他是再度的前往APAC 但其實這已經是他第六次的 去APAC了 來看一下 他其實是在2006年 當時是前總統陳水扁的時候 是任命他去APAC 其他的五次都是總統參議員 可以看到他從2018年開始 連續五年都是由張忠謀 來代表總統前往APAC 可是這個APAC 其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國際會議 他可以充分的對會員國 還有全世界來傳達 臺灣要跟可信任的夥伴 建立安全又富有任性的供應鏈 而且他也有機會 讓張忠謀可以跟其他國家的領袖 可以私下一對一的 來表達臺灣的立場 並且尋求支持 只是他這一次 他同樣又帶來他的夫人 張淑芬來出席 其實可以看到張忠謀 其實在蠻多重要的場合 都會帶這個張淑芬一起出席 其實對於張忠謀來講 他在企業界給大家的印象 就是一個強悍的製造業強人 可是只要遇到張淑芬 他立刻都會表現出 他的柔情的一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像在過往 張忠謀在出席完這個APAC 回到臺灣之後的記者會 只要有張淑芬出席的話 其實都會讓他 反而是有出現一些 比較趣味的一面 所以在這種緊張的國際會議 有張淑芬的出席 其實也可以給張忠謀帶來一些 比較溫情 也比較溫馨 也比較有趣的一面 主播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泰國的總理顧問街機 國國APAC特使張忠謀夫婦 抵達曼谷 91歲的張忠謀依舊見朗 回歸手感謝等候已久的僑胞 他不只很熟悉APAC 對曼谷也不陌生 我以前也到過Bangkok好幾次 我知道大家在這裡也蠻努力的 在做生意 我們這裡也有蠻多台商 有機會的話能來這裡設廠 這樣我們也是台灣的之光 張忠謀是台灣金元教父 肩負總統任務來參加APAC 是否已安排跟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雙邊會談 討論半導體供應鏈 還沒有見面 有意志嗎 對是會見面還沒有見面嗎 我剛剛才到 還沒見這是說溜嘴嗎 畢竟在IPAC跟美國副總會面 已經有潛力 因為團長藉此推進CPTPP的審查 跟台美經貿倡議 希望單獨會面的 還有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我沒有辦法證實 有沒有打招呼 絕對有 他就在隔壁而已 那日本就坐對面而已 都在同個場地 我方自認跟六到八國互動日落 那這自然的互動包含中國大陸嗎 我自己沒有 我沒有 我國官員跟中國大陸要保持距離 但是從G20到IPAC 習近平展開馬拉松式的元首會晤 讓我國今年參加 似乎也更加有壓力 以上TBS推創群陳如文 在泰國曼谷採訪報導 台積電創辦人張中謀牽著夫人張淑芬的手 準備飛往泰國參加IPAC經濟領袖會議 外交部長吳昭謝 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送機 張中謀行前談話 第六度代表台灣語會對會議的程序 他已相當熟悉 恐怕比有些領袖都還熟悉一點 IPAC睽違四年面見的會議 張中謀有機會跟其他國家領袖 在非正式場合意見交換 這點在接受任命時 蔡總統有特別指示 各界還關心張中謀是否有機會跟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不期而遇 因為張中謀下他的飯店 習近平在同一個地點發表演講 可能啊 很可能啊 不然到底 IPAC峰會各國領袖將齊聚 法國總統馬克宏結束G20的峰會也飛往曼谷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也出席 主辦國維安不敢輕忽 泰國國家警察加強人力和保安 這也是我國代表張中謀下他的飯店 可以看到呢 其實從門口進來開始 就是層層的安檢之後 還有大批的特勤維安人員 以及泰國家派的警力來參加相關的維安工作 那其實呢 在曼谷一共有19家的貴賓飯店 通通都是這樣的規格 甚至也要求呢是嚴禁任何的集會抗議 IPAC部長紀念會17日先登場 國發會主席龔明星 新政院政務委員鄧正中代表台灣出席 台美21世紀貿易提倡日前首談結束 相關的協議最快明年才會達成 台美貿易談判藉由IPAC場合 把握機會和美方交流 或許能加速雙方的合作進度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且我們也不是那樣進行 16號人來人往的G20峰會場邊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當面向加拿大總理 杜魯道表達不滿 讓習近平不開心的 是杜魯道把先前雙方會談內容透露給加拿大媒體 杜魯道試圖解釋民主社會的運作方式 但習近平左顧右盼 最後乾脆直接打斷翻譯 加拿大媒體播出這段外交漏網鏡頭 引發全球媒體逐字推敲 最後這句話還被解讀 是不是習近平說他太天真 加國專家分析 如果是面對美國總統 習近平絕對不會這樣講話 他的態度粗糙不屑 具有威脅性而且很險惡 有專家認為習近平是拿加拿大殺雞儆猴 警告其他國家別這樣做 我不認同這是一種威脅 你們都看了這個視頻 我覺得兩國領導人在G20峰會期間 進行簡短交談這很正常 事實上自從加國逮捕華為千金孟晚舟 引發兩國人質外交以來 家中關係就很緊張 華爾街日報報道 習近平曾經拒絕跟杜魯道會談 說他只是總理直接跟中國元首見面 違反外交禮儀 雙方談判中中國官員還罵加拿大 是美國的走狗 對於這場風波都入到回應 說跟中國領導人的每次溝通都不輕鬆 但加拿大會持續有建設性的接觸 並且捍衛人權等加國重視的價值 TTVS熊安 洪富華 莊志偉綜合報導 請支持TTVS國際PLUS全新頻道 但是也許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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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說 economic coercion. China has taken a range of actions with the goal of creating doubt and undermining confidence in what the Taiwanese people have worked so diligently for. That is our democratic way of life. But the people of Taiwan continue to meet this persistent threats with calm and composure. And the Taiwanese people have never shied away from using their skills and expertise to counter authoritarian interference. As we observe Russia's illegal invasion of Ukraine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Taiwan has been honored to play a role in assisting Ukraine in its struggle to defend its sovereignty and . Thank you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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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very much.